YMD,比如说我今天要取得这个日期里面的年部分的话,那我可以用什么呢? EAR部分,那这个EAR部分的话,你可以在日期时间里面找到这个EAR的这个函数 那EAR这个函数里面呢,你只要按确定,它会跟你要一个什么?C-LUMBER C-LUMBER实际上就是我要一个日期的,日期的一个,给它一个日期 然后按一个确定之后呢,它就自动帮我把这个年的部分截取出来 那特别注意,EAR部分呢,就是指抓你的年的部分 那一样MANCE是抓什么?抓月的部分 DAY的话呢,是抓什么?抓日的部分 所以这个部分我想应该很好理解,后面我想自己再练习一下 YMD的这几个函数也非常的重要,非常重要,尤其是你在解析日期的时候,这三个函数呢,用的都非常的普遍 再来的话TIME的部分,TIME的部分也是一样,很多同学不会计算那个什么 一个时间跟一个时间相差几分钟,相差几秒钟 你怎么去做计算呢? 其实就是要用TIME函数来做计算 那比如说呢,我们这地方,你可以把那个TIME做格式 比如说呢,几点几分几秒 那这个地方是一个数字,对不对 可是呢 在ESEL里面他要的,如果你将来要计算,你必须用TIME这个函数 把它放到里面才可以做计算 比如说两个日期要做那个加减的话,那你就必须用TIME 所以这里的话,日期时间里面呢,会有TIME的一个函数 按确定之后,他一样跟那个DIT函数很像,他会跟你要三个资料,请问一下你的时在哪里 请问一下你的分在哪里 请问一下你的秒在哪里 或者你直接输入上去按确定之后 这个格式将来按右键 出现格式里面呢,你才有办法去做这个时间的格式化 否则的话,你这个地方是没有办法做时间的格式化 OK,那这个地方的话底下也是一样 那如果说你要做那个时间的加减的话 一定要先用TIME函数呢,先把它做格式化 才有办法做加减 比如说底下这两个时间要做加减的话 这个时间要减这个时间的话,你必须要用TIME先格式化之后 再把这个时间减这个时间,才可以减得出来 OK 那其他的话,还有 Next Workday 跟那个workday 这部分的话是算什么呢 算这一个,我们 他会扣掉我们上班时间的部分 我想这部分呢,请各位先试着把YMD跟TIME函数先了解一下 OK